上下幾千年 中華素古論今 廣天雪地 廣州電台長篇小說聯絡 古論經典武俠名書 蕭神一流 由李偉英過講 昨天說到蕭神一郎叫風四娘帶沈碧君回去 然後自己轉身走出去 一個人到碧瓜德爾無可奈何的時候 就唯有自己走上死路 沈碧君想衝出去 但是被風四娘抱著 他說 他決定了 就沒有人攔得住他 沈碧君當然也很了解蕭神一郎這種脾氣 所以唯有哭得更加淒涼 這時候小公子開聲 他說 哎呀 真是個傷心人 連我的心都快被你哭到碎了 只不過 其實你根本也不用替他難過 因為你一定死得更快過他 風四娘滾大眼說 你敢動他 我為何不敢 你這個小妖精 遇到我這個老妖精 遇到我這個老妖精 你這個手先 風四娘忍不住 遇到你手來看看 去 馬上臉 小公子又說 剛才我拉著你的手進來的時候 你幾乎一點都沒有留意 因為 那時候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蕭神的狼身上 現在我才知道 這麼貴多人喜歡他 能夠為自己心上人去死 死得都不冤枉呢 哎呀 你這個死妹扔啊 你接招 那江湖中人一向認為風四娘的出手 更可怕過蕭神一郎 因為他的出手更加毒更加辣 而且懂得笑到做玉田的時候出手 令人發夢都猜不到 不過 小公子猜到了 因為他的出手又是這樣的 那本來這一場是一場很精彩的決鬥 但是很可惜 風四娘的手已經被小公子的毒針刺過 已經是麻曬不靈活了 那就是沒得打了 小公子看著不動得風四娘說 我不殺你 因為你太老了 竟然不值得我動手了 沈姑娘就不同了 唉 他簡直更迷人過我 我如果不殺他 賺得累倒我自己 現在蕭十一郎去送死了 沒辦法再來救你了 你自己也不敢跟我過招 你是不是害怕呢 沈姑娘 沈碧君就一直好像心痛到麻木了 沒任何反應 小公子又是話了 哦 我知道了 你當然等著還有人來救你 是不是等著醉貓呢 你現在想不想見他呢 來人啊 然後 有兩個少女 扶著的人走進來 就已經飲醉了連城壁 見回連城壁 沈碧君才驚醒 他從來想不到連城壁都會醉成這樣 醉得這麼慘 更加令他傷心和難受 小公子走進去 輕輕拍拍連城壁的肩子說 現在呢 我就要殺你的老婆了 我知道 你的心一定很難受的 但是很可惜 你又唯有眼白白看著 連城壁突然之間 扶著腰 慢著吐 吐到小公子一身都是 那兩個少女 立即扯著臂走開了 小公子忍著說 哼 我知道 你想死 不過我偏偏就不給你 突然之間 有把短劍插進小公子的胸口 啊 以下出手真是快到不得了 風四娘都覺得很意外 他現在才醒起 舊中劍是廉家的救命殺手來 不過他從來沒見過 也都沒人見過 見過的人都死了 就是為了練這下絕招 連城壁 不知練過幾十萬次幾百萬次的了 他甚至在發夢的時候 都可以隨便洗出這一招 小公子整個躺在地 他都不信這件事是真的 他怎樣也想不到 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死得這麼簡單 他笑笑口地看著連城壁說 我真是 我真是 真是應該多謝你 啊 原來死 竟然是件這麼容易的事 但是 就好像是這樣的 我又何必 辛辛苦苦 熬到今天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都死了 你的解藥 就在我的衣袋裡 你如果不想死 就來拿吧 不過我勸你 不過我勸你 不死 絕對沒有死 這麼舒服的 你想想 世上 哪個人沒有痛苦 沒有煩惱的 啊 啊 好了 花開兩朵 各表一枝 蕭十一郎 走入山莊後面那條山路 紅衣老人和陸葡老人並排站在路口 神情都很沉重 過了很久了 都沒有留意到身邊又多了三個人來到 直到這時候 連城壁似乎還未完全清醒 可能他根本就不想清醒 不敢清醒 因為清醒就要面對現實 現實永遠是殘酷的 沈碧君站在最後面 一直是低頭 因為他也是 只要在擔高的頭 就要面對一些他不敢面對的事 風四娘慢慢走到那兩個老人身邊 過了很久了 他才誓死聲問說 他們都走進這條山路嗎 嗯 你等他們回來嗎 嗯 你說 誰會回來呢 他 很難有命回來了 風四娘當然知道他說的他是誰 他心好像被人捏了一下 那陸葡老人又說 可能 他兩個都不會再回來了 風四娘突然大聲說 你們以為他一定不是蕭瑤侯的對手 是不是 那你們就錯了 他的武功可能差一籌 但是他有勇氣 他有股勁 很多耳掛敵眾耳藥聲場的人 就是因為有這股勁 紅衣綠葡老人同時看了他一眼 然後就轉頭再去看那條路 風四娘還想說話 但是不知為何喉嚨好像被東西卡住了 沈碧君突然擔心他的頭 他走到連城壁的身邊 他說 我都要走了 你要走 無論他生也好死也好 我都要去陪他 我明白 不過我還是不會做出對不起你的事 我一定會令你覺得滿意的 說完 他轉身 拼命地走了 見到他這樣走 人人都認為他也不會再回來 等著等著 那些人就一個一個走了 因為再等下去都是多餘的 這條是死路來的 走到這條路的人就不會再回頭了 只有個風四娘 還在那裡癡癡癡癡癡癡地等 他看著那條路口 嘔喉喉地說 燒十一郎一定會回來的 你一定會回來的 連城迫在最後走 走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清醒了 風四娘希望他可以振作 希望燒十一郎有命回來 他不忍心見到這兩個人被個情字毀了一身 極陽照著他對眼 他對眼陷都是眼淚 他的心在祈禱 燒十一郎 燒十一郎 我求你不要死 我只要知道你沒有死就已經心足了 其他的事都不要緊 不要緊的 又過了很久 風四娘轉過頭 竟然見到楊開泰 楊開泰是一棵木地站著等著 見到風四娘轉身 他才說 我跟著你來的 就算你打死我 我都要跟著你了 嘩 句句都這麼實在 但是其中包含了多少真情 風四娘覺得我心一熱 忍不住就撲過去 附在他那裡說 我很想你跟著我 永遠都跟著我 我絕對不會再令你傷心了 楊開泰出來抱著他 就算你令我傷心都無所謂 因為若我離開你 我就會更痛苦更傷心 風四娘突然間發覺 被人愛 的確幸福過去 愛人家很多 各位 古龍先生寫《蕭十一郎》 本來寫到這裏就收筆了 但是因為寫得好 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於是 他逐寫到下部 火拼蕭十一郎 有人認為是九尾逐雕 破壞了《蕭十一郎》整部小說 也有人認為 情節的變化很吸引 節局也意想不到 那 孤無論如何 我也想告訴大家 好不好 就讓大家去品評 火拼蕭十一郎 古龍先生 也是從風四娘洗澡開始寫起的 不過 已經是時隔兩年了 時間也是初秋 也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日頭 透過薄薄的窗紙照進來 照到正風四娘的細皮嫩肉 水的溫度 剛剛就暖過陽光一點點 好舒服 風四娘冷洋洋地 靠在一盆水裡 將那對千獸的腳浪在盆邊 特意讓陽光曬兩隻腳板底 那是人奔波半個月之後 可以沖回熱水涼 都會覺得很輕鬆 很舒服 很開心 不過風四娘 因為心事太多 想她開心 真的很難 風四娘 通常就不是一個憂鬱的人 但現在樣子看起來真的很憂鬱 外面是一片亂石山江 她兩年前是來過的 兩年前她也同樣在這間屋裡 沖了個熱水涼 她還記得當時自己的心情很愉快 從外表看來 她跟兩年前真的沒有什麼區別 她的胸還是很挺 腰還是很小 還是沒有肚腩 對腳也還是那麼光滑 那麼結實 不過她是自己知自己事 已經創老了很多 一個人內心的衰老 才是真正可怕的 兩年來她還是沒有難為自己 一樣騎最快的馬 爬最高的山 吃最辣的菜 喝最靠的酒 玩最利的刀 殺最兇的人 她盡量去享受生活 只是可惜無論什麼享受都好 都趕不走她內心的那份寂寞 除了寂寞之外 她還掛念著一個人 她自己雖然不承認 但是世上永遠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替代這個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連楊開泰都不行 她嫁給楊開泰 但是又在洞房花竹的那天走了 不過想起楊開泰那塊四四方方的面 規規矩矩的態度 根治誠懇的為人 她也覺得自己實在是對不起這個老實人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她不可以忘記消十一郎 各位 一個女人如果沒有自己所愛的男人在身邊 就算每天都有千千萬萬個人陪著她 她都會同樣覺得寂寞 一個已經三十五歲的女人 世上還有什麼事可怕得過寂寞和掛念 突然 噗噗噗噗噗噗 那些門、窗和木板牆同時 就被撞穿了七八個大洞 風四良少了 兩年前她在洗澡的時候 亦都發生過同樣的事 哈哈 歷史為何總是會重演的呢 那跟兩年前一樣 她還是舒舒服服地靠在盆上 用一條雪白的絲巾在抹著自己的手 不過金雲她的面色就變了 她實在想不到金雲來偷看她洗澡的人 竟然全部都是盲佬來 七個都是盲佬 什麼連盲佬都來裝個洗澡啊 我不是領得這麼交官啊 那七個人不單止盲 而且跟啞的 沒有人出聲 過了很久了 才有個人問說 你沒有穿衣嗎 風四良少了她說 哈哈哈哈 什麼你們洗澡的時候是穿著衣服的嗎 好 我們等你穿衣服 你們既然看不見我 我用什麼穿著呢 咦 我真是替你們可惜 這麼漂亮的女人在洗澡 你們居然看不見 哎呀 真是浪費啊 不會浪費 不會浪費 盲佬也是人 雖然看不見 但是可以摸 不單止可以摸 還可以做很多事 咦 風四良急問驚 她知道這種人說得出是做得到的 那個人又說了 所以 你最好老實點 我們叫你穿衣服 你最好快點穿 你們想我怎樣 你跟著我們走吧 有眼的人 反而要跟著沒有眼的人走 沒錯 你們去哪裡 我就要跟著你們去哪裡 沒錯 沒錯 那你們如果插進去屎桶 我又跟著插進去 沒錯 沒錯 你笑什麼 我覺得好笑 有什麼好笑 你們憑什麼認為我會聽你們的說話 啊 你們雖然猛 但是不濃的 難道從未聽說過 風四良洗澡的時候 身上照樣帶著殺人的利器 也照樣殺人的嗎 我們聽說過 那你們不怕 對我們來說 天下已經沒有可怕的事了 一死你們都不怕嗎 我們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已經死過一次了 但是各位 就沒有人會死第二次的 這句話本來很荒謬 不過從這個盲老把口說出來 就絕對不會有人覺得荒謬 因為他說的都是實話 風四良突然之間過得很冷 好像坐在一盆就快結冰的水裡 但是如果就這樣被人嚇壞 乖乖地穿衣服跟著他們走 那那個就不是風四良了 風四良嘆一口氣說 偷看我洗澡的人 對眼都會瞎的 可惜你們本來都已經瞎了 嗯 實在可惜 幸好 我雖然無法只要你們再瞎一次 不過 我可以要你們再死一次 他輕輕一揚手 蘭花一樣千千玉紙 突然飛出了十幾道銀光 風四良不喜歡殺人 但是如果到了不殺不得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守遠 他的銀針雖然不及得沈家的金針這麼出名 但是很少會失守 這十幾支銀針都分頭打在那七個盲老的喉嚨裡 誰不知那些盲老的喉嚨手上的接線 突然間打開 跟著一撥 十幾支銀針就這樣突然間不見了 而那七把接線上面同樣寫著六個字 必殺消十一朗 那些字是先紅的 是用血來寫成的 那無論誰也肯用血去寫字 那就表示他的決心絕對不會改變 而且也不怕被人知道 風四良坦淡氣 她說 可憐的消十一朗 為何總有這麼多人要你死呢 因為他抵死 你們跟他有仇嗎 那難道你們的眼睛都是被他害成這樣 我說過 我們都已經死過一次了 哦 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不是以前的我們 以前的我們都已經死在消十一朗的手上了 那你們以前是甚麼人啊 以前 我們至少是個有名有姓的人 但是現在 只不過是個孟老 所以你們一定要他死一次嗎 死不行 哼 既然這樣 你為何去找他才是呀 為何來找我呢 我又不是他娘親 那 嗯 你來這裏做甚麼的 好了各位 那究竟風四良來這裏做甚麼呢 怕不是又是為了衝過糧吧 好了 那究竟情形會是怎樣呢 想知道的朋友明天記住收聽 我們會來看 那些人 你呢 從來 你這裏做什麼 是誰 你這裏做什麼 你這裏做什麼 那裏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